83. 太陽報 停牌於80後中落網 2015年7月22日港民A12 本報信 停牌司機而預路障速逃 4日後落網 一名80後男子 上週六凌晨試驗駕駛一輛紅黑色的本田私家車 沿途衝動行駛時 遇到警方為打擊非法賽車而設置的路障 為司機見狀 突然掉頭翼線逃去 事後警方根據私家車的車牌 車輛型號等資料通緝 警方經多日調查後 作五三時許 警員在葵聰安逐街發現該輛私家車 誰把適時私家車截停 拘捕前往上班的姓李 27歲 司機 經調查後 揭發李涉嫌在停牌期間駕駛 使用過其行車證及沒有第三者保險 同時懷疑它涉及本月18日一宗危險駕駛的抗件有關 據悉 被捕司機從事汽車尾容業 有包括搶劫 在公眾地方打架等案底 而涉嫌私家車則由車主在七年前以約十五萬元購入 渡辯 從事汽車尾容 iş物的 我看見 你很正常 我看見 你很正常